作词 李宗盛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作词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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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鬼呢 隐世症之后 其次越惯时 以修惯的方式来看这个恶鬼呢 鬼 鬼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以我们凡夫的眼睛看不到 啊 那么因此在我们人道的肉眼啊 只能看到我们人道众生 还有一道就是出生道 出生能够看到 那么鬼道众生 我们凡夫的眼睛你是看不到的 因此有些人 就认为没有鬼 所以古代有人要做这个无鬼论啊 哦 可是这个做无鬼论的时候啊 很奇怪的啊 他每一个这个文字里面写到这个无鬼的无字啊 就被鬼把它弄掉了啊 就是凡是无字都把它弄掉 就是无鬼就变成鬼 就是有鬼了啊 所以这个 呃 时间上虽然是眼睛看不到的 不能说就没有 呃 有人还是 呃 硬性规定的说是眼睛看得到的就是有 看不到的就是没有 不见得 眼睛看得到而没有的东西也不少啊 水中月 镜中像 都是看得到的 水底上的月亮啊 晚上天上的月亮引到水里 你不是看到了吗 那不是有吗 你去抓抓看 有没有月 能找得到吗 看得到的没有 金中之像 你照镜子的时候 例如说镜子里面献出的这个山后大地 一切万物的像 有吗 没有的 嗯 看得到而没有的 事实在世界上是有的 嗯 看不到而有的 也是 当然是有 不能因为看不到就认为没有 例如说你相信我有祖先吗 必定有祖先 嗯 因为我必定有父母啊 我不是为九条保出来啊 我不是孙悟空啊 那么既然有父母啊 那我的父母上面更有父母啊 只要一直类推上去 啊 必定我是有祖先的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祖先啊 没有吧 谁也没看到我的祖先 别说是祖先啊 我的父母你也没看到啊 啊 因为我很早 我的父母就到基督世界去了啊 啊 那么因此自孤啊 世间上 不能因为看不到就认为没有 孔子 有吗 我相信大家都会认为有 历史上有记载吗 那你看到吗 当然没有看到 谁也没看到孔子啊 所以这个比例 比量而知啊 世界上看不到的 而实际上是有的 这种事实多得很 啊 所以不能因为鬼看不到 就认为没有 不过世间上不懂佛法 当然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人死了就变成鬼了 啊 所以有些诗书里面解释说 鬼者归也 人归到那个地方去死掉了 就叫做鬼 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 因为鬼啊 在佛法里面讲六道 六道里面呢 有鬼道 低于恶鬼出生 啊 恶鬼啊 应当就叫做鬼道 因为恶鬼只是鬼道里面的一类 啊 因为鬼 有有才鬼 少 有才鬼 无才鬼的分别 有才又有多才少才的分别 那么恶鬼是无才鬼最穷困的 没有东西吃的 饿得半食的鬼 那么其他有才的 有富有富有士的 有力量的 地下鬼 学识鬼很多的 那是有才的鬼 啊 所以鬼道众生的 那他的情况跟我们人间是一样的 啊 没有 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彼此夜报不同啊 人 平常时看不到鬼 鬼 平常时也看不到人 有这么一种笑话 我们人如果是 呃 运毒不好的话 啊 啊 这个拍吻啊 也会碰到鬼 啊 那么鬼也有拍吻啊 他也会碰到人啊 他碰到人也是拍吻啊 他跟我们碰到鬼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一模一样 所以他也怕碰到人啊 他怕碰到人也没有什么好事啊 啊 那只是我们彼此的这个 这个 见 境界不同 人的境界跟鬼的境界不一样 同在这个世间 啊 你不 不要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没有看到一点鬼影子 实际上到处都有鬼 什么地方没有鬼啊 你越怕他就越多 啊 怕没有用 有个种田的人啊 他很怕鬼 他去田里看田水啊 啊 因为这个仇头啊 这个仇这个泥巴 烂泥巴啊 嗯 这个仇头里面占了好多的烂泥巴 他因为天黑了 他怕鬼啊 赶快回去 啊 那么回家的时候啊 他嘛 仇头刚在这个肩肩肩上啊 啊 哎 他边走后边的这个烂泥巴就掉下来 噗 正好掉到他的脚跟底 他吓一吓 好像有鬼哦 有鬼 走快了一点 走快一点的跌的越快 噗更怕了啊 嗯 结果到了他的家里啊 他吓得半死 嗯 实际上是余心生暗鬼 嗯 心里怀疑了才有鬼 假如你不怀疑没有鬼 实际上那个鬼啊 就是他的仇头的烂泥巴 实际上怕鬼的人啊 往往都是自己心里想出鬼来啊 实际上啊 并没有鬼在下汤 鬼是个什么东西呢 他是在黑暗里生活的啊 所以疑心生暗鬼 懂不懂啊 你心里有怀疑啊 疑心生暗鬼啊 心怀鬼胎 鬼鬼祟祟 啊 鬼头鬼脑 这些鬼话 在时间上是很多很多的 所以 这些环是不好的 通通归到鬼道 啊 实际上鬼病不难啊 鬼也是各方面都有他的立场 当然也有好的有坏的啊 那么经里面所说的夜叉 楼叉 这些恶鬼啊 他是伤害人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道理 用这个修观的方式来解释啊 经文里面不是说 三千大千国土 满中夜叉楼叉 这个三千大千国土把它范围苏小啊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心 每一个人的身心里面啊 包含有很多的夜叉楼叉 这些恶鬼 什么是恶鬼啊 八万四千烦恼 心地里八万四千烦恼 就是八万四千恶鬼 这个八万四千恶鬼啊 他经常来挠乱我们 挠乱我们的心地 啊 那很可怕的 啊 所以被这个八万四千烦恼 挠乱的你心不能安宁 啊 所以叫做满中 啊 三千大千国土满中 我们这个心地里面呢 满满的八万四千烦恼的恶鬼 用恶鬼来比我们的烦恼 八万四千烦恼 就是心地里满满的恶鬼 所以叫做满中 这些恶鬼啊 有他的首领啊 他有三个大将 你知道他的三个大将是大名吗 贪欲大将 憎恨大将 愚痴大将 这个贪嗔是三位大将啊 他有一个统帅 他的统帅是谁啊 我知 我知是统帅 啊 我们的心地里面八万四千的恶鬼 啊 有贪嗔是三个大将来领导他 领导他 啊 最严重的就是有这个我知的鬼 这个统帅 啊 以我知为统帅 带领贪嗔是大将 八万四千恶鬼烦恼 经常来朝我们的道门啊 朝我们修道的功夫啊 伤害我们的道业 所以 呃 你不要把恶鬼看到外边啊 呃 心里如果没有鬼的话 天下都太平都都不会有鬼 就是因为我们心里有烦恼鬼啊 心里的烦恼会多得很 那你要降服这些烦恼有什么办法啊 有的 呃 我们也有八万四千的 呃 这个 呃 降谋的大军 呃 那么我们这个八万四千降谋的大军 就是八万四千法门啊 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 这就是对治八万四千烦恼的呃 呃 降服这些恶鬼的呃 呃 这个大军 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这个八万四千法门 他也有三个统帅耶 他有三个大将 领导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啊 来对治这个八万四千恶鬼烦恼 呃 那么这个三个大将是谁啊 持戒大将 禅定大将 波罗大将 波罗智慧大将 呃 那么这些戒定会三位大将来对治那个贪生吃的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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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戒定会三位大将也有他的统帅耶 他的统帅是什么 波罗 波罗 呃 寻生波罗波罗密通 波罗就是统帅 有这个波罗能破我之法之 呃 所以呃 呃 噩鬼的统帅 呃 我之 碰到波罗的统帅的时候 他就得投降啊 他的乖乖投降 呃 因为波罗三空啊 我空 法空 呃 还要 连能空我法的空也要空掉 空空 呃 波罗三空 了真空一见性 那么我们有波罗的统帅 能够对治我之大将 我之的统帅 我们有界定会三位大将 呃 能对付 饿鬼烦恼 当中的贪嗔 是三位 饿鬼大将 我们有八万四千法门 对付八万四千烦恼 呃 所以在这个八万四千成老烦恼 当中啊 我们有八万四千法门 一界定会三无落学来对治他 呃 如果你好好的用功的话 不久他们就要清洁溜溜了 啊 那么没有什么问题的 就是怕你不用功 啊 我们正在用功 学佛修行的时候啊 你好好的观察自己 你自己内心里啊 经常跟这个恶鬼烦恼 在哪里打仗啊 在哪里打仗啊 哦 想要动贪心的时候啊 一方就压住 哎不可以啊 呃 那慈戒大将就说 不行不行 你可以不 你不能出来 你出来找麻烦啊 把他压回去 想要动贪心的时候啊 禅定大将出来了 又把他压回去 啊 如果你于是不明四里的时候 这个波罗大将就出来了 啊 又把他赶回去 嗯 那么以这个方法来对治烦恼 什么恶鬼都不必怕 嗯 所以这个三千大千国土的满中夜叉 罗叉 在思想上是不可能的 没有满满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的 恶鬼罗叉 只是在我们月里来观察呀 每一个人的心地里面 有这个八万四千烦恼 那就是满中的夜叉罗叉 嗯 想要你能够好好的对治他 也修戒定会 对治贪神痴啊 修不共生不乐 对治我之法之 嗯 那么这些烦恼通通都可以消除 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嗯 所以啊 嗯 我们学佛 嗯 懂得佛法的人 看佛经啊 浅的文字当深看 深的文字能浅看 啊 由浅入深 啊 这个深入浅出 这样子 才能得到佛法的受用 否则你读这些文字 那有什么意思啊 哦 那你总是觉得 呃 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厌则 嗯 满中夜叉 好像没有这回事嘛 嗯 难道佛教里面只会讲大话 哦 这个大话是有用的 你不会用 不懂得这个道理嘛 就变成大话 好像没有用 嗯 那么 嗯 小的用的话 处处多余佛法 多佑所启发的 那么 这是恶鬼难的 修灌方法 嗯 用这种方式 来把它看作自己的 心地的烦恼 嗯 不但这些八万十千烦恼 不能伤害到我们的法神灰命 他尚且不敢以恶言来看 嗯 他们都变成良民 嗯 盗匪 土 土匪 强盗 嗯 贼 他不是生来就是这类东西 耶 他本来都是良民啊 国家的政治如果好好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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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离开烦恼另外有五题。 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呀,对峙恶鬼烦恼没有什么困难的。 这是第五,鬼难。 本来鬼难应当是有恶鬼难。 因为普通善鬼不会使人变成灾难,所以应当有恶鬼难。 可能当时他这个科判里面漏掉一个字吧。 第六,家所难。批家带所,家所难。 看出经文。 师父尤人若有罪若无罪,留系家所,简系其身, 承关系牧山明子,解析断坏。 记得写脱。 这是第六,家所难。 世间上或者会有人碰到这种情况,是否有人失? 假定。 虚弱。 虚弱。 虚弱世间,如果有这么一种人遭遇到灾难, 若有罪,在国家里造了犯法的事情,造了有罪业。 那么造了犯法的事情,被国家的政府的法律制裁了,那是有罪。 无罪,无罪被人加害了,被人加害,母网了。 被人加害,没有罪,那么这个法治机关认为他是有罪,把他抓去了。 有罪的固然是需要接受这个法律制裁。 没有罪的,万一是遭到人家的谋害,也会有碰到这种情况。 无论是有罪,或者是没有罪,弱是假定。 无论是有罪的,没有罪的,被抓了。 抓到,这个,快手锁去啊,那必定是批夹带锁了。 牛蟹加锁,牛,手锁,手锁,手锁起来的,牛。 借古代啊,也是有的,现代也是一样有。 脚疗了,靠在脚里,脚疗,靠在脚里的,两个脚靠起来,使它少少有个距离,可以走路就行了。 那么它又走快,走不动。那么这样子它跑远,跑不掉。 再手叫做牛,再脚叫做蟹,夹是在脖子里。 现在是没有了,古代有。 古代有用这个木板去做的夹,是两块。 两块,在中间挖过圆形的洞洞,是两块木板,对着这个人的脖子啊,把它夹起来。 正好戴在这个肩膀上,前后的夹锁。 这个夹,戴上这个夹,就是古代的犯人,有罪的人啊,都是用夹夹住。 它跑也跑不掉,而且很辛苦。 锁,夹是两块木板啊,所以前后都要夹锁,锁起来,才脱不开。 所以这个锁,牛也有锁,戒也有锁,夹也有锁,都是带锁的。 锁,封锁啦,锁锁起身,锁是蝉扶啦,用绳子把它绑起来,蝉扶。 我听说过,也看着小说看过,有这么一回事啊,说是从前那些土飞啊,很强,很厉害,而且有功夫。 你用这个贴链绑住它啊,绑不住的,它还是有办法走掉。 因此,据说,它绑这种的,有功夫的这个土飞啊,要把这个地方的这个骨头啊,有一根骨头吗? 把它中间能够动动,贴链从这个地方钻过去,拉过去,两边都是一样。 拉过去,手背在背上,这样子用贴链把它锁起来,它才跑不掉。 因为这个一动啊,拉到这个肉很痛啊,它就跑不掉。 如果你单用贴链把它绑起来,没有用,它照样会跑。 说这个有功夫的这一类的这个土飞啊,它只好用这个办法。 哦,那这样当痛苦的事情呢? 所以这个锁,贴链锁起来,蝉扶起来,都是锁。 锁啊,封锁,封条啊,法官把这个封条贴在这个锁的地方。 那么封条贴起来,显示这个人有罪,简细起身。 那么封的这种情况啊,如果有罪的人,能够这个悔过,改过自身。 啊,发愿,我从此之后啊,我有重新做人,要好好的,啊,这个,改过向善。 啊,不要再造乌烟,不要伤害众生。 啊,能够改过的话,能持念观世音不上,也得救,也能得到写托。 无罪的人,被冤枉的,当然是可以得到写托,是没有问题。 啊,有罪的,是要他肯忏悔。 啊,所以有人看到这个,若有罪,有罪为什么有使他写托呀? 啊,这是指他有善根。啊,总然一时错误啊,现在是有罪。 可是他如果能够改过向善,将来能够改过的话,菩萨也是帮助他的。啊,只要有改过的心,他都会帮助他。 希望他改过,啊,以后出苦之后啊,能够真正好好的,好好的做人。啊,菩萨照样救他,并不是总容人造业。啊。 啊,那么,因为世人熟无过呀,改之为圣贤。啊,那么,所以这个涅槃经,也说,有两种健儿,最健康的。啊,这个青年,两种健儿。 一则,治不做罪,完全不会造到罪业,那这个是最好的健儿。 二则,做瘾能毁。啊,做了罪业啊,知道错了,赶快忏悔。啊, 啊,赶快忏悔,不二过。啊,从此之后再不再造业,不再造瘾。 那这种人,也是健儿,因为他肯忏悔。好像衣服弄脏了,能够洗干净,一样是好的。啊, 所以,这个若有罪,是指这个,有惭愧心。啊,能够改过向善。啊,从此之后能够发心做好人的人。啊,这种人,菩萨照样要救他,使他利苦得罗。 那么,称观世音木山明哲,假如在被这个批掐带锁的时候,啊,那么能称见观世音木山,那些家属啊,皆是断坏,通通通都会断掉,会坏掉。啊,让他得到血脱。 既得血脱,假如在牢房里被枷锁起来,啊,能使这个牛蟹枷锁都断掉。啊,那么当然,他是很特殊的了。啊,啊,那么,由这种奇异的现象,让他得到血脱的因缘,不会没有的。 这是文字上的解释,比较不会太难。啊,啊,哪一个事实证明来说明吧? 比较古老的唐朝,唐西宗的时候,黄朝造反,啊,黄朝,大家知道,哦,这个黄朝造反,啊,那也是杀人很多。啊,当时,这个杭州,杭州有十几个人被抓。啊,那么,其中有一个, 他平常就有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是个佛弟子,啊,但是,这个时候他忙乱了,啊,心里很烦,啊,被这个黄朝抓住,啊, 知道必定会死,他心里很烦,也忘掉自己修持的法门。很奇怪,呢,这个黄朝抓住这十几个人,啊,就是从这个寺庙经过,啊, 啊,那么,当时,这个黄朝把这些人就摆在这个寺庙边,啊,他去另外办事去了,啊,这个人,啊,他本来是懂得佛法的,这个时候,正在心乱的时候,碰到一个出家人,啊,要求这个出家人,啊, 啊,说师父啊,我现在怎么办啊,啊,生命有危险啊,啊,你现在怎么办啊,啊,那么这个出家人就教他,你赶快念观世音菩萨。 哦,这,这有办法,我从前就会念嘛,现在忘掉了,那你好好地念,啊,好好念观世音菩萨,问题就可以写脱。 哦,那么这个人接受这个出家人的教,教导之后,啊,就努力念观世音菩萨,啊,那么,后来,啊,黄朝把这一班人带到他的地方去,啊,他说一个一个把他夹起来,啊,都用这个铁锁锁起来,啊,那么,打算过一段时间再杀他,啊,那么,很奇怪的,这个念观世音菩萨的人,啊,到了半夜,啊,这个家都脱掉了, 啊,所以脱掉了,啊,那么,通通都脱掉了,啊,自己觉得很奇怪,啊,既然脱掉了,他也不是犯罪的了,啊,只是临时被这个坏人抓了,啊,要把他杀掉,啊,那么,因此这个既然脱掉了,啊,半夜就逃跑了,啊,啊,那么,跑了之后,啊,后来他就跑到寺庙去出家了,啊,啊,这个名字一时忘掉了,这是,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啊,啊,那么,这是在试乱的时候,啊,能持念观世音菩萨, 啊,碰到这种灾难,得到写脱,这是比较古的。 由近代的观世音菩萨灵感录,啊,近代的观世音菩萨灵感录,啊,近代的观世音菩萨灵感录里面有一个记载,就是写着这个,观世音菩萨本祭感应诵的那一位居士,啊,观世音菩萨本祭感应诵的这位居士,姓徐, 颜字旁的徐,颜武徐,啊,徐紫敬,他的名字叫紫敬,啊,平直的直的,亲近的敬,徐紫敬他自己,啊,亲自笔录下来的记载说,在民国十五年,啊,民国十五年的时候啊,啊, 呃,有一段时间天下很乱,啊,有一,有一,有一般的这个,这个,这个,匪兵啊,啊,溃兵啊,就是战败之后的那些兵,啊,那么因为他生活有问题了,他就找麻烦了,就到民房去,想办法要抢啊,啊,那么好多这个逃兵啊,就逃到这个徐紫敬家里,就把徐紫敬家, 徐紫敬家,整个围起来,围起来啊,啊,打算要抢他了,啊,那么围的围,要桥门进去抢他,就准备进去了,那么他的家里的人呢,呃,呃,当时有四个男孩子,呃,在看那个家,那么当时觉得很怕呀,就跑到这个天花板,就这个天花板的上面去,呃,什么地方都没有办法藏嘛,就藏在这个天花板, 藏在天花板呢,呃,呃,他们平常都是学佛,都都会,呃,念观世音菩萨德了,呃,可是在天花板里藏也藏不住啊,结果又被这个,呃,这个土匪抓下来,呃,抓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家里的东西都,呃,他需要的都抢了,呃,但是他当时绑着这些年轻人呢,绑在这个,呃,柱子上, 呃,绑在柱子上,呃,那么本来他要把他杀掉了,呃,可是很奇怪的,这些土匪啊,把这个东西抢好了,呃,那么有些,呃,有用的他就想了,呃,一看到他这个中堂里共有观世音菩萨德了,呃,他们都害怕了,呃,丢掉就走了,呃,丢掉之后,这个时候是半夜了,呃,呃,那么这些四个他的亲戚青年呢,被绑在这个柱子上的,呃,他们看到这个土匪都走掉了,大家平命念观世音菩萨德了,呃, 到了半夜啊,这个绳子都断了,呃,都下来了,呃,后来都脱离了这个灾难,呃,这是记载在这个观世音菩萨德最近的,这个最近几十年来的感应路,呃,那么观世音菩萨德灵感禁闻路啊,里面有很多记载近代的事情,甚至这个第二次大战的一些感应故事啊,都有几条记载在里面,呃,呃,那么由此可以知道, 啊,无论你用什么绳子去绑他,呃,呃,呃,有些家族,呃,呃,假如你自诚念观世音菩萨德都能得到感应,得到写托,呃,关于徐子征的这个家庭故事啊,呃,文字很长,因为这讲起来要花很多时间,呃,那么如果你有这个灵感禁闻路自己去查,也可以发现到,呃,呃,这是事实证明,呃,现在来看看里面的内海能,呃,你能用什么绳子去绑他,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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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冠是 纽 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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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经常都带住的 人人都有 不过这是无形的 你没看到就是了 什么是纽啊 名誉纽 人不是爱名吗 三代之下 唯恐不好名 哪一个不要面子啊 个个都要面子 就是要名 所以这个名誉就是纽 财力就是谢 矫疗啊 谢 财力 世间人贪财 财就是利益啊 财啊 今天这一类就是谢 谢 纽 谢家说 家 什么是家呀 恩爱家 六亲见属父母子孙 彼此恩爱 这个恩爱就是嫩的家 把你夹在身上 夹得很紧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带锁了 你不要以为你没有锁 或者是你锁门的锁 不是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锁 什么锁呀 我之 我之就是锁 这个我之把我们锁得很紧啊 假如我之不破 这个锁就没有开 你要开我之锁 除掉修观世摩萨大赐大便的法门之外 不容易把这个我之锁打开 你能以慈悲心 以眼清平等的眼光看待一切众生 以修 破除我之的方法 然后这个我之才能够破掉 我之的锁才能打开 所以这个纽谢家锁啊 我们平常时就被他们锁得很紧啊 道家也有这么一首诗 记载在这个百岁修行经里面 是一种倩世文 很有意思啊 酒 色 财 气 四堵墙 墙 为墙的墙 多少良人在中央 由人跳出墙为外 便是神仙不老方 这个劝世文 他说世间上啊 酒啦 色 男女子色 财 气 这一口气啊 我真是言不下去 我一定要跟他打一让 才能消这一口气 酒色财气 好像四个墙 东西南北前后左右 四个墙 好多好人的都被他围在里面呢 喜欢喝酒的 喜欢色的 喜欢财的 那么喜欢发脾气的 这四堵墙 有很多好人都被他围在里面 如果有人跳出墙为外 跳得出去 只要在这四堵墙里面 你能跳得出去啊 你就可以神仙了 他是因为这个世间法 在讲神仙 便是神仙不老方 实际上 能够跳出这四堵墙的话 你就可以心安理的 平安过日子 就很自在了 世间人就是看不破 看不破就是放不下 放不下就不能自在了 有个四了歌 四了歌 放不下叫你要放下的了 四了歌 你听过这个四了歌吗 蛮有意思的 啊 人人都说修行好 啊 我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 啊 一堆黄土买目了 后边一个了字 哈 四了歌 一个了字啊 人人都说 修行好啊 啊 你有上根啊 你修行很好啊 人人都说修行好 可是你为什么不修行啊 唯有功名忘不了啊 想做官啊 你看现在要选县长了 真的你死我活啊 唯有功名忘不了 凭劳命的要强到这个宝座啊 你看看 古今将相在何方啊 哎 古代的那些武将宰相 在哪里啊 白旗 张飞 那些大将 哦 威风凌凌啊 他能够在长板桥 下退八十三万的 八十三万的曹操大军 哎 古今这些大将在哪里啊 宰相 古代的那些宰相 魏称 哦 那些名相 现在在哪里啊 我告诉你 一堆黄土埋目了 几十年 死掉了 死掉了 不是埋在地下吗 一堆黄土埋目了 公民有什么好处啊 你想他做什么啊 当然在座都不会想这个 啊 第二个恐怕会有一点点 人人都说修行好 我有金钱忘不了 你忘得了吗 我有金钱忘不了 生前苦恨之无多 这得多是眼必了 后边有个鸟子 后边有个鸟子 人人都说修行好 修行好啊 我们去修行 修行就好啊 可是呢 我有金钱忘不了 我没贪钱呢 我贪钱 为了要赚钱 人人都说修行好 可是唯有金钱忘不了 那么金钱忘不了 在生的时候啊 生前苦恨之无多 赚赚 贫劳命的赚钱 就总是觉得记得不够啊 不够多 记得多是眼必了 哈哈 等到你钱赚了很多了 赚了很多钱的时候 乌福哀赞了两脚一身上香了 死了了 记得多是眼必了 死了过 啊 第二种 金钱啊 金钱你忘不了 这就是牛 把你锁得很紧 锁得很紧 为了要钱呢 想尽办法 啊 那么 现在的功利主义 很普遍的 人人就 平老命的要钱 啊 那么读书为什么 读书为赚钱 做生意为什么 做生意为赚钱 整个都是向前看 一切向前看 哦 那么这么一来 那么再生 平老命的墙 想想办法要多赚钱 嗯 等到你记得很多了 最后 啊 两脚一身眼必了 完了 啊 结果又带不去 你听到 听过这个故事吧 大概是二十年了 二十年前 有一个人 这个人他的子孙都在 我们不用什么名字 呃 这个人呢 他本来是 家庭很苦 很穷 他很会 动脑筋 办法很好 他这一生 几十年下来啊 赚了不少钱 可是他的钱呢 不放在银行里 通通啊 他自己做过金柜啊 把他锁起来 嗯 一直等到他 生大病 病很严重了 嗯 可是他还舍不得用他的钱 他虽然赚了几千万 很多钱啊 钞票很多啊 可是他用得很省很省呢 吃饭啊 配金柑 啊 配精彩啊 他就够了 有的时候还泡泡盐水啊 那么很多钱他就舍不得用 他生病了 变得很严重啊 他起来还是舍不得用 他的儿子劝他 爸爸 你疲到那儿疲惫 我这钱就拿来看医生 嘿 不要 我这钱 看医生 让医生拿去 发生 我生病 生病还没有死 不会死嘛 没关系 你只要吃点营养的东西 他舍不得吃 最后 你现在就没办法啊 没办法啊 要有办法 我死的时候 我舍不舍去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啊 把那个棺材里面 那棺材里面 我老早就不舍去 我坐这头 他交代他的儿子啊 他死掉了 他的棺材里面 棺木里面 不要放其他的东西 就把那几千万的草票 整个放进去 啊 他就带去 你看这个多鱼吃啊 后来死掉了 死掉了 他的儿子要做办啊 不能不办啊 就把那些草票 整个放在他的棺材里面 去满满的 枕头啊 两边啊 射的满满的 就跟他的爸爸 这个死掉的爸爸 就跟他说了 爸爸 我钱都够了 我没给你拿一千钱 你现在都拿去 现在你拿去 你安心吗 可是他的眼睛还没闭 他就用手 把他说一说 你把这好堂扛起来啊 我这都给你啊 然后他真的闭眼了 所以真的多时也闭了 真的闭了 眼睛闭起来 你以为他的儿子真的钱会给他吗 等到他要盖棺的时候啊 他把钱通通搬出来 这个时候没讲话了 没讲话 偷偷的就把这个钱通通搬出来 搬出来 身上什么 操作啊 把那些的皇子啊 粗子啊 整个设计去了 把钱都搬出来了 几千万 由他的儿子去享受 你看看你的草票 不晓得是不是有一张是他的啊 所以 你那世间人就是这么于是 嗯 生前苦恨 即无多 即的都是言必聊 啊 放不下 要钱 死要钱 钱到最后 有什么用啊 这是第二个聊 第三个 什么啊 嗯 这个比较不得好说 我还是念念吧 你们你尿了啊 嗯 世人都说修行好 唯有贤妻忘不了 嗯 生前日日说恩情 死后又随人去聊 又是个了字 又是个了字 啊 那么 世间的夫妻恩爱 天天都在谈谈谈 彼此都很恩爱的 等到你死掉了 他跟人走了 这完了吗 死后又随人去聊 有什么用啊 这是第三个聊 还有第四个啊 啊 人人都说修行好 嗯 唯有儿孙忘不了 儿孙 儿孙 儿子孙子忘不了 啊 呃 痴心父母古来多 痴心父母古来多 啊 啊 呃 呃 啊 呃 痴心父母啊 他老是想要他的儿子啊 啊 那么照顾他无为不至啊 啊 这个痴心父母古来多 啊 呃 几个孝顺的儿子孙子啊 你看那几个啊 啊 不是说没有了 可是你的后辈是不是这类 是 是不是梦中 啊 是不是王强 呵呵 不得儿子了啊 啊 恐怕你的儿子不会做梦中 不会做王 王强吧 啊 啊 啊 梦中做什么啊 梦中哭猪 哭猪 啊 他的呃 父母生病啊 想要吃猪笋啊 可是冬天哪里有猪笋呢 他就在猪头去哭啊 哭 啊 梦中哭猪 嗯 结果冬生笋啊 啊 现在的冬生就是他哭出来的 你 你的儿子 会像梦中吗 哈哈 不管现在有冬存了 不不必像梦猪了 啊 王强奥冰 哦 冬天结冰啊 呃 他的父母想吃鱼啊 哪里去找啊 他是躺在这个冰上啊 呃 鲤鱼会跳出来给他 哦 呃 这个 孝顺儿孙 世间上固然有啊 可是 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孝顺儿孙 随见了 四了过 光明 金钱 嫌妻 孝子 啊 这四种啊 啊 那么世间人就是为了这四样东西啊 他忘不了 忘不了就跳不出去啊 所以 这些都是很浅显的话了 啊 可是虽然浅显啊 未必人人放得下 当然大家你们都不会去选县长吧 啊 你们不会去选县长 所以不会公民放不下 啊 赚钱嘛 我看大家也比较能够放得下 不简单就是贫老命的赚大钱啊 啊 那么能够放下来听经的 这个都是很难得的啊 啊 他对金钱多少总是能够放得下的啊 啊 那么建属啊 彼此同修好好用功啊 啊 修学佛法 有缘啊 啊 多生多结 同结的缘嘛 那么 儿孙啊 妻儿子女 这是家庭卷书 卷书 卷书你不要因为看到这两个了啊 就把它当作冤家 那是不对的啊 不要当冤家 又把它探作同餐共修的善知识 啊 他不懂佛法 我们慢慢想办法教导他 啊 不过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啊 假如你家里的人还不信佛 不要用按钮吃草的方式硬灌 不行啊 灌了 他反而生起反感了 后来他不相信你 那不但是劝不到他学佛呀 反而更严重了啊 他对佛教还生起反感了 所以我最近发现了有这么一桩事情 有一个人他家里他儿子孙子很多很多 他年龄有七十几岁啊 那么以前没学佛之前都是赚钱吗 家里大家都很好 他一学佛呀 把儿生都学好了 后来就剩下他自己一个 他为什么啊 因为他老是只知道 哦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啊 那么拢得他家里人呢 还算了啊 都不行啊 我们不跟你住在一起啊 所以他有很多的子孙呢 结果拢得他因为一学佛 学成自己一个人住在这个古 古老的老房子里面 就一个人自己煮自己吃 拢成这个一个样子 而他的儿子都不见他 为什么 因为他一学佛呀 就变成怪物啊 变成怪物 所以学佛很好 绝对不要学成怪物 啊 大家记得 学佛最好 要慢慢劝导家人学佛 但是不要把自己学成怪物 假如学成怪物 那是厘了一个家 带上另外一个家 哦 今天是家手难讲完了 剩下的第七愿者呢 下次再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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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护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医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 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 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南北东西死不终 瑰迼insi身 爱见赵多亿人寿 興替第缩 萌大功殿 阿滴古文多ape 哗哗哗哗 啊 啊 啊 beispiel的 南娃小觉变成 南娃 沿不外的果业 南娃 南娃动生生早 东生生早安 年地果业南娃 乃莫笑声声咒 笑声声咒 因为地狗也乃莫 乃莫声声声咒 声声声咒 唯 难咋不忌不忌 乃莫难咋不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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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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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哇各 百万万亿 哪摸神道 佛祖 啊 Community 祂把關cznie的 nove社بي fl PD do ano 越故沙拉提那夜 哪陌生? 哪陌生?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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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乃莫若不安 或是地理乃地乃耶 乃莫 乃莫若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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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莫无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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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奸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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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啊 啊 啊 那就点了耶南紅 奈牟月光 奈牟宗奈牟 奈牟宗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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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